前两天答应大家要制作腌排骨 腊排骨 一直没有去 今天我跟季伯就准备去汉口北 买点排骨回来腌一下 因为上次我们吃了那个麻城钓骨 感觉那个腊排骨好好吃 我们到了老地方 新华南海鲜水产市场 有人买腊排骨都今晚了又想吃 刚才我准备问的 我们吃了买排骨腌排骨吗 腌排骨还要得好久 有腊排骨 完了之后里面随便放点什么东西 今天晚上就可以吃到了 还好这里就是车子能开到你想去的地方 不用买的东西钉在手上 顺花腊胃动品 好大一杆子腊肉腊肠 这我们上次买肉的地方 有排骨没 16啊 16是吧 这前一阵子涨价了 这前一阵子涨价了 跟前两天降了 前两天元旦的时候 带了十七十八的价钱 元旦过节涨了 过两天还要再涨 你切这么多 你那个肉要把它切下来 这能不能不要 这能不能不要 这可以不要 你是怎么要呀 我只要排骨 你只要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28 不要这就是28 那一块 我这几块钱一斤 它蛮损耗蛮大 然后而且这肉损耗都是我的 看多少钱 上一下 107 那你这样的话 腌的会那个一些 会露一些 把这个肉取下来 没多少 这叫什么肉啊 里脊肉 这个肉是不是有点柴呀 没有这炒 炒菜式 里脊肉是炒青椒 如果腌排骨的话 要把它一根一根的分开 但是不剁蛋是吧 是的 那边是做了 那样的分开的 不剁蛋 不剁蛋的话 你到时候 这样软排 你自己也好 你不用那个刀也好剁 我给这个大骨头剁完 是吧 我腌的话也不剁蛋吧 你腌的话不用剁蛋 这样好挂呀 买完猪肉 再撑点香菇 拿来 这个是吧 38 38是比菜式啥便宜多了 是 但是你看还有这种 这种是什么菇 它好像个头小一点 但是 老板那个小的是啥 这种58 跟38的是啥 那个 那个香 就买这个 就买这个 好 好 看 它这里还有一包羊肚菌 我问老板 老板说这一包大概550 都是干的羊肚菌 哇 这里还有好多泡椒啊 都是一大桶一大袋的 我昨天买的 这里挂了好多辣牌 你看只要一半 你看看分一下 各一半是吧 我给你各一半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拿个少一些 我就拿哪个吧 差不多的 你不会盖的是刚好一模一样吗 2G4点 2G4点 结果少一斤两斤一两 那就拿这个吧 48块钱 好 我们回来了 这边是新鲜排骨 这边是辣排骨 这是人家煎的 一会儿新鲜排骨 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准备搞个火锅吃一下 就把这个辣排骨 按照上次吃掉锅的那个论法 炖一下 爸 你停一下 这是你给我买的吗 是我 给我买的 不是 给你买的 给你买的 你吃吧 给你买的 哎呀妈呀哎呀 没有亲呢 好了好了 今天该不算骗亲吧 我今天没骗你啊 好了好了 我在拍视频呢 你确定 妈你确定这是谁的 老怪知道你是谁的 你的 你拿去吃吧 我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是腌肉呢 就是要用盐腌啊 大概一般排骨跟肉都是十斤盐 三两盐 也就是一百五十克盐啊 我们这个肉呢 是六斤多 六斤多的排骨 估计要得个得个一两半的盐啊 一两半的盐大概就是八九十克盐啊 反正腌肉的话 宁可盐多 千万不要盐少啊 盐少的话 如果没腌制成功的话 那个后来的腊肉它是有毒的 有人就是吃用盐太少的那个腊肉 吃的还住院了啊 所以宁愿盐放多一点 盐放一多点 如果到时候腊肉比较咸的话 你可以在水里面多泡一下 但是盐少了 你的腊肉有可能就糟蹋了 我们现在把盐炒一下啊 炒一下就抹在腊肉上就行了 今天腊肉火锅啊 为了配这个腊肉火锅 看我买了什么菜 地菜耶 这一点地菜 我洗了一个小时耶 全部都是这样一颗一颗的用流水洗的 太难洗了 因为它是一个爬在地上的那个菜 野菜 好多泥土和好多这样的 就是融融的那个锡根带泥土的 洗了真的是隔八小时啊 腌肉的盐要炒熟啊 就是炒到那种微微发黄那个状态 因为这生盐 我这差不多了啊 我感觉差不多了 生盐的话它是白色的 感觉有点爽了 再来一点 盐的温度略微下降了啊 给你来点花椒 最好是花椒 花椒面了 我就用这个 这个花椒吧 一定是关火的状态好下啊 要不然它容易浮 再来点细辣椒面 现在腊肉之前啊 先要给腊肉啊 腊排骨啊 抹上白酒啊 白酒不要吝啬 稍微多来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白酒的话 也是一样啊 这个肉它很难有那种辣香味 同时它也能提一点点防腐的作用 酒里面它有那个芳香物质 不要吝啬 不要吝啬 回头吃排骨还把人给吃醉 怎么可能呢 你倒是晾晒啊 晾晾酒都会跑光啊 其实只要它里面那个发酵物质 你知道吧 好 同时呢 也算是把那个肉打湿啊 把排骨打湿 你看刚才剁的时候 它剁得很好 既连着在 又没有断 又跟我们剁开了 叫打断骨头 连着继续 你说的好啊 来点肉 来点酒 嗯 这个排骨比 买的那个腊肉排骨 我觉得要那个一些 嗯 瘦的要多一些 我这酒都不想倒这么多啊 我这酒50块钱一瓶啊 真是想要你倒 倒那个酒 家里不是还有那个酒吗 嗯 不要倒这个 广东那边有一种酒叫做玉冰烧 它那个玉冰烧口感很独特 好像就是里面要放肥肉才行 就是酒里面放肥肉才行 好了 那天直播的时候就是有人说要看烟排骨 我一直想着这个事情 后来天气原因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一直 一直没超过 这个盐已经凉了啊 把它撒在排骨上 一定不要怕咸了啊 千万不要怕咸了 千万不要怕咸了 也是样啊 给它按摩一下 嗯 把它翻过来 这一面也是一样啊 给它抹上一点 嗯 凤凤里面 把牲畜刚才没抹到 好 把它放到一个锅里面啊 盖上盖子啊 把它放在一个锅里面啊 非常冷的位置啊 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就是冬天嘛 很冷啊 让它发酵 快于腐败 我们这个架子上啊 太阳是照不到的 这里又很冷 让它发酵 发酵个六天左右 到时候拿把它晒 这是要干啥 剁排骨 这个爸爸把灯打开 新鲜排骨腌好了啊 现在来把腊排骨处理一下 鸡婆今天一顿把它吃了 嗯 那可有不少啊 就是要吃它嘛 嗯 一顿顿 分两顿 又太欠了一点点 因为我们是纯粹的是腊肉排骨 他们那个麻尘雕锅里面 其实还有腊鱼 你知道吧 嗯 再剁成小段 这还真是大力才能剁得给断呢 看来真是硬骨头啊 硬骨头 43块钱啊 剁得这样一盆 放点热水把它清洗一下 你待会尝一下咸不咸 嗯 还挺咸的 不过挺咸的话 一会儿我们焯水就完了嘛 嗯 焯个水 清洗一下 有点咸啊 然后把它焯个水 这是买的别人的排骨啊 所以我才焯水啊 如果是自己腌的排骨的话 我是不会焯水的 我会先把它用凉水泡八个小时 让它把里面的盐泡出来 嗯 买了没办法啊 所以去焯一下水啊 我也知道这样焯一下水 会让那种辣香味丢掉很多 水开了啊 稀微的把它煮一下啊 让它吸出一点盐分啊 现在把它啊 转入高压锅 转入高压锅 高压锅里面啊 下纯煎水 刚好啊 就是快淹没了排骨 又没淹没排骨 这个水就行了啊 不太多了 因为有别的汤 汤里面下一颗桂皮啊 一颗桂皮 上锡之后啊 压二十五分钟 因为我们今天是吃的一个相当于排骨的火锅啊 所以还是把它底料简单的炒一下 虽然我买了 这个海底捞的清汤火锅料 但是呢 我还是想先把那个汤炒一下 炒一下更香一些 嗯 切两片生姜 切两个大蒜 再来两节啊 这个蒜苗的根部 再重新把锅烧热啊 倒油 这油是不是有点多啊 让我瞅瞅 下入刚才炒的 切的这个姜片 加两个姜辣椒 来点花椒 炒火调到最小 把汤爆香以后 下入排骨 再把这个火锅底料的这个 这个底料 鲜香火锅底料 这个有骨汤包呢 好 骨汤包 我感觉要把你的手指都在摔进去 把我的手在里面摔一下 摔一下 这还有啥 红枣枸杞 红枣枸杞 看它味道 这味道好鲜香啊 鲜美无比啊 刚好今天的一些配菜 全部都是素菜 我们还买了一些配菜 现在把这些干切的配菜切一切 刚才这个蒜苗 也把它切一下 一会打底 这是打在上面的 是蜗菊 蜗菊直接切菱 买了十天的蜗菊 黄瓜 也是一样 切菱形 胡萝卜也是一样 切菱形 拿出砂锅 这是刚才的蒜苗中段 胡萝卜 薄菊 这就是黄瓜 这些都是吸盐的 再放两个肉丸 哇好香啊 真的是在客厅都闻到味道了 时间到了啊 把火关掉 把它拿在一边 自然冷却 不要像上次我那样淋冷水 不要给它破冷水 再把这个砂锅 放上来 这砂锅加点热 就没多少水了 是不是 快尝一下 尝一下看熟了没有 熟可以熟 是你来尝还是我来尝 你尝吧 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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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味怎么样 甜 倒入砂锅 再这个汤底也倒进去 刚炒的汤底 加上蒜苗 这一锅到位 下刀 拿菜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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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拿这个 来把这个拿去 吃火锅 小心啊 砂锅本身就有点重 辣排骨火锅 好 我们可以吃了 就是有点高 有一盘这个刚才的白菜啊 我开燥了 开炫了 开炫了 你等下炫吧 现在不行吧 来 接锅 谢谢 把我袖子给拿下来 我主要是想吃你这个 你这个洗的菜 哇塞 这个菜真的是 这个菜我跟你说 这大一篮子 一斤五块钱 沙子我们的一小筐 别人二十元 我告诉大家 这个汤真是鲜美无比 它本来就是个海底捞的鲜 鲜那个香菇鲜鲜锅 对 鲜汤锅 结果加上我们这个腊肉了 腊肉它也 它也有鲜味 腊肉 其实大家别小看腊肉 腊肉它是咸鲜 真的好香啊 香菇的鲜加上辣肉的咸鲜 鲜美无比啊简直 再烫一下 我要多烫一下 就来吃点鸡菜 吃点 多烫一下 是不是那个菜 做 好吃 吃辣肉还是要用淡水泡 泡个五六个小时 我们今天是集超版 我们今天是现买现吃版 给我的青菜是哪个青菜 对擦着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就在这个位置 我这一筷子烫好了 就是因为有花椒 所以它就一烫菜 花椒就跑菜上去的 藏起来了 这水是开的 一烫就好了 一烫就好了 我的这也好了 那也好了 用碗接着 锅里的菜和盘子里的菜 就是你要吃那个你就加那个 知道吗 哇真是咸鲜 咸鲜对 感觉跟我们上次吃的 人家的商业 把它麻成掉锅差不多 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吧 我们这个味道浓一些 它那个淡一些 但是它的材料更多一些 它有鱼豆腐鱼糕 还有千张是不是 还有鱼 我们今天买的香菇 忘了放了 算了 香菇忘了放了 难受 香菇 香菇 还忙我一点 下次再做吧 汤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 这么美味 香菇 香菇 你尝尝这个菜没 青菜味 这个普通的吗 是普通的 但是它就是 配着这个很好吃 是吧 嗯 其他的菜 我觉得要煮一下 黄瓜 这个菜太好吃了 我们都快吃完了 我喜欢烫两下 即我喜欢煮酒一点 这样就行了 好好吃 这个菜它是粗纤维的吃着 还必须要跟大油在一起 对 看黄瓜 黄瓜都被煮成冻状态了 剥损也是好嫩 煮成冻状态 我发现这个砂锅的温度就是高一些 砂锅是 中间的胡萝卜 好甜好甜 这一根是刚才忘了剁的啊 又好甜好甜 辣排骨就是好吃 这末端都是脆锅 末端都是脆锅 锅里面我们又添了水啊 来看还有没有排骨 内容呢 排骨是还有 但是里面所有的那个 胡萝卜 我全都吃完了 今天排骨有点多 我们又加了开水 哇这个汤真是鲜美无比啊 嗯 这烫菜也好好吃 排骨下都还能吃啊 今天是火锅底料的鲜味 加上排骨的鲜味啊 好了 嗯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